评客们评写进来把我照片发给粉丝们看 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真的话那也太过分了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球姐姐看你们所有的疑惑 为什么会说平客们把我照片发给粉丝们看 原因是这样的 影幕前小凯们如果是有经常关注我的话 是我的真爱粉的话都知道 其实呢球姐会一一看评论的 就在昨天呢球姐一一看评论的时候呢 发现了这条评论 二话不说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位小凯也是这么说到的 平客们给我看球姐的自拍照 五月五号呢 我还是觉得平客们的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于是呢球姐就抱着忐忑心态呢 去问平客们 我是这么问到的 平姐赞妈 然后发了粉丝的评论 我还是有瞎说的 让我们来听听平姐怎么说 瞎说的瞎说的 小孩子们都这样 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妆 所以呀这一切一切的误会 那都是这个小孩子呢 自己瞎说的 只有平客们平姐呢 也是特别有原则的人 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把我照片发给别人 不过呀话说回来 营幕前小凯们 是不是特别想看我落眼照片呢 想看我落眼照的话点个赞 说的想看上了多少人 当然呢还有经常粉丝们问到的 初姐会露脸吗 那么是肯定会的呀 只是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罢了 那么是什么时候呢 有可能是明天后天到后天 下个月是下个月或者下半年 或者甚至明年 当然都有可能 无论如何呢 初姐肯定不能让 营幕前小凯们失望的 大家就放心吧 不过话说回来 初姐身为一个和平精英揭秘主播 露脸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大家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还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拜拜 关注球姐 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